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这课对吧 咱们这课学的是Jyroskeeper的数据结构 字典这一部分 这可能是大家学的最后一个 简单的数据结构了 不是说学的最后一个数据结构 而是最简单的 最后一个简单的数据结构 因为之后呢 我们要学两个数据结构 一个是图结构 一个是数结构 它们的一些方法呢 都会相对现在的结构来说 会有很大的难度 它们会反复的用到地规这种东西 然后呢 我们就要基于 为了让大家理解地规这个东西 要不断的分析它的战 对吧 这点学起来可能会稍微的累一点 这可能最后一个简单的了 所以大家且行且任心 OK 这节课主要内容呢 第一个是这个字典 这个实现非常的简单 但至于我们后面要学的 这节课的全称应该叫字典跟散列表 我先清洁个文件吧 字典对不对 点击s 这个我们主要学的一个叫字典 OK 就是用英文说就是dictionary对吧 dictionary 然后呢 我们后面要学一个散列表 散列表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 哈希表 对不对 哈希表 这可能是一个 你在面试中会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吧 哈希表是什么 它有一个什么的特点 所以呢 这是咱们也是咱们学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先从这个字典开始 字典呢 非常非常简单 这部分呢 我觉得稍微快一点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字典 字典的话 大家想一下啊 大家生活中的字典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一本禁书 对吧 一本禁书 新华字典 那么你随便翻开里面某一页 你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字 我对吧 这是一个 一个字 对不对 一个字 然后呢 会有很多关于它的解释 比如说第一条是什么什么 第二条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其实字典呢 这种东西的概念就是这样 它存储了一个键 跟值 value 对吧 这些都可以看到它的值 成熟一种键值对的结构 然后呢 通过这个键来获取值 对吧 比如说你要查找我这个字 它的解释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 然后呢 你就会去找 这个我字 对吧 然后看它下面的解释是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你通过这个key 对吧 key 是什么呢 是我 然后value呢 你要查找到的值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关于我的一些解释 对不对 关于我的一些解释 这个就是字典的一个概念 它通过key跟value 见值对的方式来存储数据 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应该 觉得很简单 因为这个跟object 跟咱们的对象类型是不是一样的 对象类型是不是也是一个见值对 比如说nam 名字叫什么 叫做小名 对不对 小名 这种东西呢 就是一个见值对结构 这个是key 这个呢 是value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了解很多了 咱们在写这程序的时候 会不断的反复的提到 怎么去提取一些数据的见值对 对吧 然后方便我们去管理 以及使用它 所以这节课内容会比较简单一点 对吧 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字典的结构呢 是一种类似集合的数据结构 集合是咱们上一课学的 对吧 上一课学的这个集合呢 它是这样的 它的是值值对 就是说它的见跟它值是相等的 对吧 应该这么说key 是等于value的 对不对 因为它说白了 只存储了一个值 对不对 只存储一个值 比如说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只存储了一个1 这个只存储了一个2 对吧 但见值对就不一样了 见值对这种东西呢 是咱们更加常用的一种表达 一种概念的方式 比如说你去相亲 相亲大家 应该没相过 对吧 应该没相过 去相亲的时候 你可能会了解别人的几个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身高 身高 对吧 性格 你是不是得了解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些是你想了解的一些key 那么呢 它对应会有一个值 比如身高180cm 对吧 性格 内向 对不对 内向的性格 那么这是它是什么 对应的是这个key 对应的一个值 对不对 value 这就是咱们一个见识对概念 比如说这里咱们 实现了一个字典结构 现在呢 存储了一个名字 叫做红楼梦 价格是200 大家应该也能猜到这是一本书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一个见识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呢 js的数据类型对象 其实就是字典的一种实现 对吧 但是呢 在es6里面提出了一种新的数据结构 对吧 叫map map 以至对应的呢 还有另外一个叫week week map 这个呢 跟大家发现 跟上一课的set 跟week set 很像 对不对 因为呢 它们也是一个 一个弱引用 一个强引用的 但是它是一个字典的实现 ok 但它不叫dictionary 对吧 在js里面 它不叫dictionary 它叫map 咱们最后再学这个 咱们先把我们现在手上的dictionary 这个leg实现了